好了 又回到第二節了 我們繼續講講CW方面 但其實同仁方面 或者其他參與者 很多人都認為大會CW當局方面其實可以做更多 當然甚至有人的說法就是 大會當日插手是沒什麼去理 沒什麼去幫助的 其實問回當時在座的兩位 身為大會主持之一 或者同仁當方面本身對於大會方人所做的事情又是怎樣的呢 其實是殺我三樓的 在三樓發生了事之後 當時穿雪皇山的高人員是有去幫忙處理問題 但當然我所見到穿雪皇山的人 他們的工作只不過是疏導人樓 之後到主辦攤位Tina和E4來到 才介入整件事 這是我那天在三樓所見到的 首先大家可以明白一件事 CW大家看到很多綜合衣服的工作人員 很多都是義工 他們未必真的對CW有不同的決定性 因為幫到實質性的幫助 可能找回CW可能Tina那邊去跟進就是幫助的 如果我去到那時 我第一刻 我見到那個叔叔有點難搞 我就拖去時間 馬上叫身邊的人去尋天下 即是大會負責人 我想其他人遇到這樣的情況 都應該要做同樣的事情 你想辦法去通知大會負責人 哪怕是黃三人也好 你不是叫黃三的人來幫忙疏通 疏通通 或者調停的話 你可不可以幫我找到大會負責人 因為大會負責人的資料 黃三的人一定有的 他們可以電話通知 WhatsApp通知 甚至人傳人通知 都可以做到的 那你盡量找回大會負責人去做 這次據我所知 三六G樓都有大會負責人 是幫助左手去調停 或者去解釋的 甚至Tina 我找她過來的時候 她是在六樓處理六樓的事件 然後再趕來三樓 再處理三樓的事件 可能有些聽眾比較迷糊 Tina是哪一位 可不可以解釋 有玩CW就應該知道 有參黨就應該知道 他是大會負責人 等等 大家不要覺得很老地 大家都知道很多同仁出版 當參加同仁CW的人 甚麼叫CW 他都必定知道 所以不要拘捕他們的Tina 總之他是大會負責人 找人那邊我想說 大家要清楚 每一個人各居其位 各居其式 例如你有盲腸炎 你要去醫院做外科手術 但你不可以指著登記那個姑娘在罵她 為甚麼你不幫我做外科手術 所以你找到黃三樓 就要跟她說 我找大會負責人 即是你去找一些 說得是可以有經驗介入這件事情 或者有能力有權去介入這件事情的人 即是你去找個外科醫生 你不是去找登記處的姑娘 你可以叫登記處的姑娘去幫你找個外科醫生 但你真的要補清楚你要找的 但這個動作要快 你找人幫忙去做 即是可能你自己走不開 已經在做這個事 你找旁邊的幫你忙 再隔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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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個幫你忙 甚至大叫 有沒有人可以幫我找負責人 其實都是一個做法 等於叫救命 我不如這樣去講 其實我自己都拜過幾次的CWHK 但其實我通常許多有問題 就是 例如我對óóm有些問題 我想為人幫忙 如果有時候我夠人用 我可以在門口找錯費的人幫忙 但其實我自己看到 其實每場我真的很難找到 有這個工作人員去幫忙 換句話想問一問 因為擺攤的展商和同仁組織 大會是會有一些組織票給你們 其實以今界為例 組織票的量是有多少張 兩張免費 兩張免費 四張要付錢 換句話說 還有有限制入場時間 你們組織的人手調動 多少時候會限制於票 有些情況都可以這樣說 是票的 但實際上有些組織 可能不是個人組織 可能我連朋友都沒有過 可能只有我一個人過來 有些情況 先說一句 大家要明白 前後左右上下四方 是有其他檔案 不是只有你一個人 當然 其實早幾年CW去參加 有一些很好的禮物 可能是我本人的禮物 就是入場開場之後 會跟四下左右加換本 近這幾年我感覺是沒有這件事 沒有這個文化 有少一點 沒有 所以為何事前打招呼 有什麼事 旁邊的檔案 可以幫到你 可以幫到你 即是你走不開 旁邊的車 幫你錄影也好 幫你叫人也好 其實我想說三樓這次很好的 當主出事 左右兩邊是有出聲的 即可能大家看到那個來者 匈匈匈 大家同仇 有很多人圍觀 於是有朋友來通知我 我才可以去 因為有聲音做了出來 其實是 問一問 其實大會那邊 有沒有說給我一些 類似求助熱線之類的 那些東西 給我一些同仁組織 我又不知道 這個我不能當幫大會答 我只是臨時請回來做司儀 這個我唸不到 幾屆都 因為我CMHK最近 今次這屆 我也有參展 那我都沒有說可以有一個方式來直接聯絡到 當然了 場刊裏面那些什麼 報名議事那些 我當然不算 但是 據我所知 每層都會有 工作人員一定有 另外每一層都有大會攤的位 那其實如果 你找不到黃色衫的工作人員 你就可以去大會攤位 叫人幫忙 但是問題 前提就是 立刻所說 我有人幫到手才可以 所以其實 在這裏 都可以去和一些同仁組織說 其實 大家最好 鄰舍 就是要互相幫助 如果有人出事的時候 你隔壁一個人可以幫他拍照 錄影 幫他找人 你幫人的時候 其實第2人的時候 都是幫你 他們始終有一天都會幫你 這種的導體 一定要做到 如果不是的話 你真的一個人出事 你看著你隔壁一個人 死去的人都是你 我都不只是在C-Dub 其他場都是 香港有幾個場 例如C-Dub C-Dub C-Dub C-W-T 甚至是大學搞的 或是歐尿 你有事出議事 盡量第一時間找大會的人幫忙 好 或者我們可能補充完這些關於大會當日的責任 或者事項和同仁組織的難處 但其實 就回家賓的個人經驗 作為出版業界 反過來 同仁都是一種出版 如果有人的說法 始終就是 符合法律規定的 當然最好去送審 送審或者基準方面 其實有些什麼值得留意的地方 不如我講一下那個 正式商業出版的情況是怎樣 因為商業出版的話 涉及到有買賣 一定要去申請ISBN 那個code 那個出版最好的 即是國際書號 國際書號 如果我申請國際書號的時候 我已經有 我本書有登記 他給了你之後 你出版後一個月 一定要將五本書寄回去 登記做那邊 他會幫你送審 送審 即是香港的制度就是 你可以出先 事後送審 這個就是香港的玩法 但其他國家不是的 其他國家 有些地方就會是 你出版之前 一定要先送審 有問題就不讓你出版 但香港就沒有這樣 你出版之後 發覺你犯了條例的話 就可能罰錢 或者再進行法律行動 第一件事就是 出版了 然後拿去送審 送完審你有事了 任審處就會 開傳票給你 可能要罰錢 還是什麼 因為會按照出版條例 那個390 任審 那個一級二級三級 那個分類去判定 這件事就會是 但如果你說 我不是商業的出版社 我是個人的 都可以事前拿去送審 或者事後都可以的 你可以拿去送審 即隨時你拿本書去 任審處那邊 跟他說我要去送審 他就會幫你去審 究竟他是二級 一級還是三級 那邊我想問一個問題 就是假如 我就做本同人本 然後我就懷疑可能是二級書籍 但我就不拿去做ISBM 我就直接拿去送檢 大概要多長時間 還有多少時間 其實時間 他官方就說 什麼21日 是吧 大概這個日 但有長有短 真的不確定 但大家可能會見到 另外一些訊息 網上流通 就可能說 那個送審時間 是長達到六至九個月 沒有那麼久 被人質疑 就說六至九個月 我都不是在畫這本 其實是沒有的 因為剛才所說 他的條文那邊寫的話 可能是二十幾天左右 但其實 過往04年審計處自己的報告 就回任審處的案例去做 其實由本書交上任審處 正常一個快的日子 可以說 其實一個星期之內 就可以完成到 究竟判斷你這本 是淫舌 不雅 還是沒有事 一級書房 所以就不會存在 沒有那麼久 當然 他送的那一陣 其實可以有長有短 但其實快 可以快到這樣 就不會說真的 大家很願意做 大家肯不肯做 其實我想說 大家都知道 同樣判很多 就是重疊 最後 今天8號開 開CW 可能7號才弄好印納出來 當然送檢 可能前面說不到 你說後面補送送檢 可以可以 但問題是送檢 要費用的 可能會轉嫁到本身上 可能會令到同仁有壓力 要增加他們的成本 會 他們怎樣計算這個行動 可能這件事 但其實 我想先說一下 網上已經有老一輩的人 已經提出了一項做法 就是把大量的作品 大量的作品 因為他其實 不會不管你幾多張圖 100張也好 10張也好 1000張也好 其實他都是用一個作品來做單位 假如你把大量的圖 全部都編成一個作品 拿去送檢 還有你分開10次 其實是沒有什麼分別的 實際上 簡單來說 大家可以把不同的同仁組織 把他今次要出的本 當作一本書 合集是很大的 可能是十個組織一起 加上一千頁就可以了 對 接著就扔淫審柱 沒有問題的 其實那個費用 就大家訂閱 大家分享 這樣不會很大的問題 這個就是講團結力問題 但是 反過來 同一方面覺得可不可行 其實我也覺得是不可行的 不可行的 其實最主要是稿期那方面 我不如這樣說 一來稿期 我也不知道 可能我明明安排了 在六個月之後我出的作品 但是我還不及 所以我心想再移動再移動再移動 那當然我給了你圖 其實也沒有用 第二就是 我給你圖的時候 我會懷疑 你拿一張圖 會拿去做什麼 那我也會擔心 這個很尷尬 對 既然我給了你的時候 你幫他送點的時候 我假設你是以一個公司身份 那這張圖的版權 會是怎樣 我想都沒有什麼 這個同仁組織真的會很了解這個版權條例 你在這麼多重的擔心之下 然後他要加一張圖給你 還要給你一個費用 我聽上去都是有一點點壓力的 但是沒有辦法的 你不想自己的作品 當日被人捉壞 其實這個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同仁介宜本身的傳極問題 之後有機會再講一下 我們就另外一個問題 出版方面 好了 我們扔了一本書上去 那接著會怎樣呢 接著別人就去審 可能他有個結論之前 你就要等了 百例上寫著21天 可能你加上公眾假期 你最多一個多月左右 你就會知道 究竟你那本書是否三級 因為他知道是三級書的時候 三級即是淫舌 淫舌 研究來說是第三類 第三類寫物 淫舌 不雅是二級 如果你那本書 你寄去的時候 你做足所有安全措施 即是包膠袋 封橋 你在一個二級的情況之下 對上去 但是他說你那本是淫舌 你就會收到一個通知 你那本書是淫舌可物 如果你出版了 因為正常是你出版了 他就會給你發票 告訴你你要罰錢 還要給你戶口 正常就會這樣的 所以我們出版社 正常每一年都會有一個費用 Expenses 就是淫審處罰錢 如果換個角度來說 就算我知道我本書 可能是淫舌或者是分雅 任何一樣 總之可能要修改 或者是有些處理要做 其實他會不會跟你說 我需要哪一個唯一頁 有 有 看看事前還是事後 事後通常都不說 事前 有這個情況 我們試過 事前我們擔心 因為有時候我們做習慣了 知道這本書 一定需要三級的了 那就 做了些修改 事前已經會 但是有些就是 很尷尬 我們都不知道是二還是三 拿去送 送檢 他就會feedback 圈回那幾格 有問題的告訴你 這幾格是三級的 你真的想出的 你就修改吧 他會給你一個指引 例如 因為其實三級 不只是色情 有時候是暴力和不安的畫面 譬如暴力是最常見的 在我們出版的情況 他就會跟你說 這格是暴力 你修改了 或者修改了 令他沒那麼暴力 他有一個指引告訴你 例如說 他爆頭 可能他的指引就是 不要被畫面看到爆頭 你可能找些東西遮遮他 他會給你一個指引 你做完這件事 之後你就可以出版 成為二級書 這樣 這個我想問一問 有我自己所知 他淫審處那邊應該是 每一張圖 例如你說 一頁裡面有三張圖 三張圖是分開計的 他會明確指出 每一頁的哪一張圖 這個可以很肯定告訴你 是的 因為試過很多次 為什麼我會問這個問題 假如大家真的同行組織 這麼團結 真是合集本來送審 如果我送了審之後 我根本就不知道哪一頁 哪一格有事 其實作用就變得沒有 但是如果反過來 跟回現在 他過往 一個事前 去送審的狀態 就是大家會知道 是哪一格哪一格 會啊 會知道 所以組織自己會知道 但是事後是沒有一樣的 事後就告訴你 事後給你一張破血蠟 你入帳 你已經罰錢了 你已經叫做了 你中了 那些事後 我也是覺得 事前做這個 是挺高難度 大家知道 是高難度的 大家都知道 是沖一個熱門 今期可能是流行的 巨人的 我畫了巨人送審 可能審都太久了 不知道為什麼 說不及今次的期 我下期賣 沒有人要的 我覺得兩樣東西 第一 就是你對那個作品有多愛 你覺得我只愛三個月而已 你明白香港所謂的愛是三個月的 不是 你那些是另一部分的業界心態 你很侮辱你 你不可以這樣說話 你不可以這樣說人 有很多人 都說死了 三、四年 我知道我見 香港大部分主要的是三個月 你有話說的 是另一種業界心態 這個第一樣 第一樣是那個時間 第二就是 你自己要有個心理準備 因為當你知道自己那個 可能是踩界的可物的時候 你就要有個心理準備 自己負責那個送審 那一段時間 你都要自己考慮在內 我覺得這個才是正確的態度 其實很簡單一件事 其實好像那天 投保買保險一樣 你事前做了的話 你真的拿了東西 即是你自己知道拿東西 那就會有保障 保險給人有賠款 同一道理 那你就可以避了 會被人 charge 然後罰錢 但是你事後才去做 那你已經是直接去處理 問題就是罰款 那些 如果是高刑罰的話 可能是留案底的刑罰 但你事前做的話 那你就知道自己是否真的會 還有他會有建議給你 你真的要出 你真的要在二級範圍內出 會給你修改建議 因為其實大家有聽到上一集都會知道 任氏及不暗物品兩種的定義 是很模糊的 亦都很不清楚的 那有關當局 就算第二次諮詢之後 上一集已經說過 就是拒絕了去為它 落更詳細的定義 就著任氏及不暗物品 這兩件事 同樣道 你亦都說 就算大家是付費去查閱 究竟什麼是奶過的 你亦都不會知道那個 是判了是任氏 還是不暗物品 你只會知道他是哪些 所以其實 站在右 你只會知道這些是踩了界 只不過知道這些是非一級 不是怪獸大學那類的東西 但究竟他是可以包袋袋買 還是完全不能買呢 大家是不會知道的 唯一大家可以究竟是怎樣去了解 就是一定要經過送審 然後他跟你說回 市前送審 你才可以知道 其實有很多例子 我們做出版漫畫 已經 拿去送審 他就說這本書 你最好又沒有出 你收不到那麼多版的 那我們就真的會不出 那本書索性 因為 我們那個問題更加嚴重 不是說我們畫的 那本書 是日本畫的 我們要跟日本說回 我們已經跟他簽了約 但是因為香港的條例不行 然後不能做這件事 反而我們其實 如果以創作的層面來講 同仁反而更加自由地去調控這件事 但是商業出版更加不可能去調控這件事 只可以決定出還是不出 即是其實你就出版經驗來講 人審柱那邊有沒有大致上有什麼準則 或者是有沒有說哪些 那些case一定會死的呢 有啊 例如是哪些 漫畫就一定是更加 即二次元的漫畫 是更加嚴格的 你三次元可能路 全裸沒事 但是二次元很容易出事 很容易是三級 所以我們如果 上半身路大部分都沒事的 即是女性 男性路就當然沒事了 上半身 但是女性上半身路 通常都一定是二級的了 因為一級的話 十個小朋友都可以看 所以去到色情層面來講 二級一定是上半身女性路 怎樣要二級 下半身的話 大部分我們的作品 都已經被判在三級 都很嚴格 對 剛才我提到ISBN這個問題 即是跟日本的審 又可以 那他出嫁就要再加ISBN 問題是你有沒有申請ISBN 是否一定要有ISBN 在香港才賣本 其實是 在香港的法例來講 你要有ISBN正常才可以買賣 即是一級都要的 當然要 但跟人長一些 全部都沒有 那你不要讓人知道 你在買賣 不是不是 這個我先說一下 其實除了ISBN之外 大家另外也會有一些 平時看書 後面會寫一些 出版社 法房 然後有些 編輯 故文 法律故文 之類的一類 其實這些東西 在這本書 即是在那本作品裡面 其實起了什麼作用 其實因為 很關於ISBN事件的 你正常去找一本書 有個ISBN 你上網查 你就可以在那個ISBN 查到哪間出版社 哪間作者 哪間成人商 因為這些全部都要登記的 在正常的刊物登記組 是有登記的 如果你有ISBN 一定查到的 你沒有就查不到 但是反過來 其實我們香港的同仁方面 是不保險會有相關 剛才所說的那類的資料 即是我們在哪裏印 那些是不會有的 其實要放一些什麼資料 其實任何香港的出版訊物 其實可以放一樣東西 就是有一段文字 你可以在出版權條例找得到的 此刊物是受香港出版條例保護 這樣可以保障你的刊物 如果被人盜版 你就可以告他 這個是保障自己的產品 即是自己出版的物品 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 如果你是二級書刊 即是不雅書刊 法律上是要求你 這本書裡面 有回聯絡人的資料 包括地址和姓名 這些東西一定要有的 其實換句話來說 大家其實那個部分 都應該是必須的 作為標準的出版物 是必須的 作為標準的出版物 是必須的 又不要覺得這麼陌生 或者奇怪 因為其實如果大家看日本的同仁 哪怕你是烏冬屋也好 哪怕你是石偉的也好 其實都會有寫 他究竟這本書是哪裏引冊 那個法康的日期 你這個負責的組織 或者可以叫公司 那個名字 會有相應的資料 所以其實日本有 那香港為什麼不學你 應該學的 但其實我有一個問題 如果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會有一個 出版的地址或者公司 因為剛才都講過 同仁很多時候都會有一個 教我的人發佈 如果我們下Email那類的資料 可不可以 要看你是一級還是二級 一級書你可以什麼都不下 的確可以什麼都不下 但二級書 即是不雅書 有不雅成份的書 就一定要下 那你的Email 就不是一個地址 只是一個電郵地址 所以一定要下 你的聯絡通訊地址 可以是你的 譬如電費單 或者電話費單 寫一個地址 最簡單的那個是 也有人問我可不可以下郵政信箱 那些郵政信箱是不行的 但不需要一定是公司的 不一定 那你個人身份去的 其實香港呢 我想講 除了同仁智的創作之外 香港有很多獨立創作者 你去一次Cubrick 去一次二樓書店 你會看到一堆書 都是自知出版的 那些人 譬如那些是 詩集 小說集 繪本 他們個個都是這樣做的 同仁出版那邊 你一直有沒有做過這些 有 有 有些有 但其實很多時候 Cubrick 其實曾經去 報名的時候 去提醒這個 罷書籍 去下載這件事 當然衍生了很多 剛才E4所說的問題 可不可以下郵箱 我可不可以下郵箱 我可不可以只下郵箱 就可以 有些人甚至不明白 究竟 那些東西是放在哪裏 因為其實那些資料 其實是要印在書的內頁裏面 有些人會想 可不可以就這樣印完之後 放一張資料 因為我自己這本書都很講 我都沒有再去做多一頁的東西出來 我就這樣放這張資料 其實是不行的 一定要印在內頁裏面的 其實都 這件事我想 在個圈裏面 其實都不太清晰 或者有些人會覺得 就算我知道了我想做 其實我也不太想去拿這個地址 因為例如我出了一本書 這樣我下了我的家的地址下去 如果人家殺死我家怎麼辦 這些是私隱問題 其實我想說我剛剛 可能我玩得早 我十幾年前跟別人 我們很流行那本《可密道》 通常一群人這樣玩 一群人十個人一起出一本書 就會找一個朋友 哪個地址方便 就找一個朋友的地址登上去 哪怕我們是一級書都會 因為當年很流行 交流我們會填文卷的 放了文卷進去 你就寄一張文卷過來我們 我們看到那張文卷就很開心了 現在就好像沒有了這件事 我問出了一點 大家都知道 可能申請上卡 你的地址一定有 封送證明這個地址 你住在這裡的名字 但同日本你寫的地址 是不是真的有這些需要的證明呢 或者寫的地址 寫的地址都可以找到就可以了 如果是出版條例來說 是個人通訊地址 即是你那個電話費 電費單的地址 但是一定要注意證明的 注意證明 他問到你一定要給到他 如果有人真的 譬如舉例 我寫CW法高室的地址 一看就知道 你不要給他一些 一看就知道是假的 不會寫什麼禮賓虎 或者是 私人工作室 但另外沒有電費單 水費單 但你工作室 你都要交電費和水費 例如我假設 我租了一間類似 分隔性的工作間 那些就有個大業主 另外自己都包了水費 那你就能搞一個大業主 這樣的租約 是會有這個油證地址的 放心 有的一定 可能講完 關於出版熱界 對於過往淫審方面的一些事情 但你問得具體一點 所謂暴力 或者色情 那種修改 有什麼例子 要怎樣改 或者什麼需要改 其實說到碧雅的事情 我們通常會分三個方面去看 第一個是暴力 第二個是色情 第三個是不安 即租做就是暴力 租做都不是奇奇暴力 其實是要對每一期的內容去看 即是你剛才都說過 又不想是一格一格看 但如果是 好了好了好了 我那一類 即是 即是整個敵人已經被人打到面容扭曲 即是 即是 我們又按經驗去做一個簡單的說法 其實我在其他電台都講過 暴力就是 就想拳腳的雙膠就沒事 即是熱敏一個打十個是沒事的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有武器 那個武器是會刺穿 那一格是明顯刺穿了人類的身體 即是白刀子進紅刀子出一定是二級的 然後另外如果人類的身體是有斷開的 即是被人斬了腳 斷了頭 即是斷肌 斷肌 斷肌一定是二級的 斷肌一定是二級的 然後這個暴力的情況 可能甚至他沒有傷口 但是他全身都是血 都是不安二級的 甚至他又是武器沒有刺穿 但是那個人整個身體都被一千支針急著 都是二級的 我們已經試過了 如果我們想把它變成一級是可以的 撿走那些畫面 我在其他電圖都講過一個很好的例子 就是龍珠有一期 阿樂的身體被人刺穿了 即是整隻手伸了過去 香港版在第一次出版的時候 就拆了那隻手去 然後在阿樂的背部畫一個龜字 這樣就一級了 這個就 因為我們想 即是那時候出版社是想小朋友都可以看的 這樣就跟廖三明解釋 廖三明不好意思 我們想一級 給你小朋友看 好啊 就是這個情況 我想起另外一個類似的經典 因為 剛才說到 不能看到刺穿身體 大家如果有比較早期的火鳳療員 呂布殺董卓那一刻 其實大家只看到呂布的背影 看到董卓的血花 你看不到刺穿 即是同一個類型的邏輯 但其實 反過來 如果你說色情那個我們晚一點才說 但是暴力或者其他 這個叫做暴力 但 換個角度來說 譬如我出 龐膳 或者海貓那一類 或者一些所謂列奇的書 其實有時候可能有些角色的生活 可能有些血花 可能都已經算是他的二級 可能 這個是不是歸向北安寶一類 是的 其實恐怖漫畫都可以歸於北安寶一類 其實恐怖漫畫是最容易賴 大家又最容易忽略 是 我們剛剛有本 那本書 是日本漫畫 最新的期 我們正在做 編輯打開那一頁給我看 問我是否有不安 我看著 又沒有傷口 故事是說 劈開滑竹 滑竹裡面的手伸出來 整隻手對血 你告訴我 一級還是二級 是很有生意性 我們就以安全起見 二級了 因為如果我們當它是一級書 但是任審處平了二級 我們都要罰錢 這個我們就安全起見 就二級了 那是否涉及到自我審查 其實是有少少 如果是商業的出版 是有少少這個情況的 但是它 你真的拿去審 真的拿去送檢 它未必給到二級 你都不定 但是我們安全起見 都是這樣做 因為太有爭議性 十個人有十個想法 是的 尤其你說是類似恐怖 獵奇 對 因為沒有暴力 沒有色情 那麼明顯的指引 更加蒙糊 那說另一邊 色情方面又怎樣 色情剛才有少少說過 對 女性路上每身 一定要二級 除非你撿走一顆 但是都說明 一路就要二級 我們收到那個指引 但是有可沒有怎樣 這個我另外再說 雖然是男性角色 就是港產的薄妝漫畫 其實你上次古華仔也好 龍虎門也好 天下風雲 跟著以前的武神什麼都好 全部男性角色 裸露上本身 都是沒有兩點的 這個現象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留意 或者大家從來沒有看過這些 因為at the very beginning 我們一入行 那些前輩就告訴我們 露點就二級 是 講得明白 廣式薄妝漫畫 他們是露一輩 所以他們都是跟著這個傳統來做的 所有角色是一路不會露點 有得咬 當是念了無語神功 如果說女性路上本身都是要二級 當然有些作品它遮得很好的 例如洗澡 或者花灑 精氣會遮住胸 遮住下半 這樣就看不到 你可以搏大無一級 但是以萬華來說 我們的經驗是很多時候都要 我們要求做二級 這個位已經是要求 我們要看那個淫審柱 那天的精神狀態 這個我是沒有了 這樣 如果你說下半身 其實我們收到那個經驗上 腦臀部一定是二級 何況路前面 前面就更加可能是三級 因為試過無數次 男女都是路前面被人三級 所以我們收了一本書 看到有前面路了下半身 都要撿走它 才可以出版 甚至是有指引給我們 而你們都遇二級 接著都自己判了二級 但是被人判了三級 暫時好像還沒有 因為我們自己已經很清楚 他們耳眼我 如果說那個畫面 最近也有些書 色情方面 有身體交接 有一個行為 我們都盡量在那些位置 做了手腳先撿走 遮了 要是遮了 要是撿走 都要做的 因為 試過很多次 這些東西被人 以前 那麼多年來的前人血淚經驗 就是三級了 我們看到都是 不要搏了 都是二級了 我們先撿走它 寧願跟日本的作者解釋 香港是有這個情況發生的 甚至可能會不讓你出書 因為其實不讓你出書 是比出書 就是再罰 很多這些東西 那斷頭方面 如果斷支 剛才說到暴力 要看看怎樣斷 其實有情況 香港就 比如說你打仗 那個故事是講打仗的 那你一定很容易會有 死人 脫手脫腳 這些情況就OK 但是如果你說那個故事 一來就好像Q Bill 那些 其實在香港就真的踩了 我們也有這本書 不能出的 任心傳說 任心傳說 你不要出這本書 真的很危險 這個另外也是 又是那一晚 那一晚其實在打鬥效果方面 做了很多功夫 例如那些血是黑色 或者是白色 或者是斷頭 斷肢 這就是武神裡面最常用的 不知道為什麼那些強者 戰死了 就會身體化成碎片 碎片 斷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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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 你化骨 臉症 打了拳 就死了 你身體沒有血 沒有 不知道 詳細是死了 裡面的畫質 絕對 有一個例子 我們香港有個作者的書 出南韓版 南韓那邊 因為我們 要問到我們拿版權 我們就要去 approve他有沒有問題 他就會 裡面有修正位 也要幫我們看 正如我們修正日本的書 我們要給日本看一樣 南韓出版社 就給了幾格我們看 就是剛才所說的 那些打仗 會斷頭斷手 香港就這樣被斷手 可能有把劍揮下去 甚至是打完仗 整個畫面都是殘肢 在南韓那個修正出了什麼事 就是他們拿那個音效位 遮住那些斷頭位 其實你們看不到 那個位置是斷了頭的 即是那個 砰的格 對 有個音在砰 所以其實以這樣的情況來看 香港已經不是很嚴 我們想像中南韓可以 很開放的 但原來他們的出版 是很執得很緊的 因為現在很多人就說 現在不跟日本 但原來發覺 剛才說的 南韓還染過香港 南韓染過香港 還有南韓呢 我聽朋友說 玩童人都很容易出事 即是跟香港 日本一樣 有很多人在遊走在十八近邊緣的童人 那是會什麼事呢 因為南韓政府都很在乎 或者很打壓 他們就好像秘密結社 你進去之前 你要展示你的身份 你要知道這個活動 或者你有些密碼 或暗號 你才能進去 那就更加小心 其實跟香港相比的話 是更加嚴謹的 情況 首先說一說 日本不是 即是說日本很開放 其實日本和別人都有點快 剛才說到 可能大家買一本 要回家看 這些面子 還有你幫免他們 其實他們有事做的 例如大家前幾年都見過 好像有些人 有些很多兒童淫捨看物 都會被告的 不是說完全自由 就是因為他們 簡直來說就是 捉你應該 不捉你呢 這是人情來的 這是關於日本業界的 為什麼日本業界那些 好像審查鬆動 其實是因為他們自宿 自主做得很足 但是其實已經是有不少熟悉 都是因為這個業界自主關係 就已經是要被迫回收 或者是另外再拿回去重修 日本啦 即是叫色情遊戲界 成人遊戲 它裡面有一個叫龍遠倫 多數都是這樣叫 其實這一個 都是沒有任何法律力的自主組織 為什麼 因為它在某方面 它的確是可以監管到某一些情況 所以它是有一定的影響力的 也是這樣 政府的審查才可以 不會說做得那麼緊 但是問回同人方面 其實對於上述的一些規例 你覺得有什麼看法呢 如果是一個同人作者 我要去跟著這一種的guide line 你去做創作的話 其實無疑是一種的壓力 因為我作為一個滑同人 我真的很想在這個表現上去編出來 而我明白這個表現 我不可以在這個商業圈子那裡發佈 那我有算是在同人方面發佈 問題就是說 現在所遇到的一個問題 反而都已經不是去到究竟我想發佈 我是不是想在這個地方發佈一些商業社會發佈不到的問題 而是我連究竟自己在做什麼 其實都是不知道的 例如有組織去做同人 可能他們會覺得我是一個遊戲 可能是我人生之中的一個興趣 是發佈動 是發佈動 但問題就是說 我完全不覺得自己 其實是在做一本書的出版 既然是這樣的時候 他們就會自然覺得 我根本不需要知道這個出版條例 我亦都不需要給出版的知識來做規管 當然了 就引致到現在所見到的問題 就是說 當見到組織被任審處去搜書 就害怕 就不知道怎麼做 才會醒覺到自己其實是一個出版人 所以其實也是很深刻的一件事 就是說 是不是大家在做上之前 就應該是要去清楚了解到自己 認清楚自己做的 是出版來的 沒錯 很多人他們還是不覺得自己出版 他們說 你們在限制我創作的自由 不是 這個你剛才已經說過了 是 你作為一個創作者 你的意思是有一個創作自由 但是這個適不適合向大眾公佈 適不適合一個商業的圈子 用一個商業的形式公佈 現在有很多世面的唐人討論區 他們說 他們是沒有怎樣 call up 出版條例 政府有心打壓他們出版自由 明白嗎 不是的 其實我剛才也說了 其實出版條例這件事 只有你出版本是刊物 你是輸 那是一本 你不要這樣 我再直接說一件事 在對政府的規例做抗爭之前 你是不是應該要明白這個規例在說什麼 你應該要做什麼 才去想抗爭 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如果連什麼都不知道的情況 而抗爭的話 我覺得跟做炮灰是沒有分別的 不是 或者不用在那裡炮灰 其實是一個做人的最基本要求 你要知道自己做什麼 你自己畫些什麼 你做什麼 或者你自己所做的事 在這個社會裡面 又代表著什麼 然後會受到影響 或者會因此反對 或者贊成你的人 又是哪些人 然後他們又在什麼立場 最後又對你自己有什麼影響 其實是全部息息相關的 大家但最重要的一件事 你先不要理會其他人 你要了解自己是有什麼立場 你才可以知道別人是有什麼立場 就這樣說 你出書的時候 你都要想想怎樣去出 譬如我出的書 那個方向 很簡單 我出了一本書的時候 我50頁 我50頁要怎麼編排 自己要想清楚 每一頁 你一定要有一頁用來做出版資料 每一頁用來做目錄 你可以 我喜歡我本書沒有目錄 不要緊 我本書有出版資料 這個是最基本的東西 如果你這樣都不知道 其實你不知道自己做出版 其實這些 我想很多人都要開始 以前不知道 現在要開始自然去知道 其實是要 甚至是 我做出版的時候 我會不會有一些東西 我不知道會誤踩地雷 其實現在 可能你以前不知道 可能經過這件事之後 我們是不是要知道多些 這樣才可以保護自己 才可以知道怎樣 我的創作才不會犯法 或者我的創作 才不會有人挑戰到他 我們保護自己的責任 不單止在法律身上 在社會身上 或者在其他人身上 你自己 最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你自己發佈這件事 你都是有保護自己作品的責任 這件事都是在你自己身上 甚至你本書寫出版條例的聲明 都是在保護自己 不要被人盜版 當然我有些朋友 做同仁做這麼多年 他都會寫著 版權所有 翻版必救 一定會寫這句 另外有些人都會寫 版權所有 翻版自廢 他有你 即有這些聲明 你可以自己去 在本書裡做一些 自己的立場的聲明 但有些人是沒有想過這件事 其實我覺得現在要想 大家都做出版這件事 自己顧出版責任 真的要 那倒火線 引導大家 再反思一下這個問題 因為很多人就是出了一本書 剛才我都知道 他們經常說 自己會針對他們 但是 剛才你講得很清楚 其實出版條例 全行泛用的香港 即使是不一樣的 還是沒有特別針對同仁 即使是一個個人的出版 那好吧 或者去到這裏 反而我們去下一節 就會再講一下 其實 如果大家在零售層面 遇到這些 可能要求你檢輸 那其實 事後的過程又會是怎樣的呢 那我們第二節回來 繼續